MING PAO CANADA 上海 去年11月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SA 第一次成功由國際太空站回收了小型太空廊 成為日本航天史上重要的一頁 而這個直徑只有84厘米的太空廊 外層最高可以內熱到攝氏2000度高溫 不過同時內部還可以長期保持在四度 以一個離地到上太空的勇氣 居然是由日本一間很貼地的家電公司做的 就是主力賣電飯煲和保溫杯的虎牌 虎牌說他們的太空廊和保溫杯 都是沿用同一個技術 當然太空廊的技術要求高一點 不過即使連JASA都認同的產品 都一樣要面對香港的零售冷風 不過虎牌就反而說本地市場 才是他們未來搶工的目標 現在香港市場市場市場是不太好 所以上一月上升和下降 所以有時上升和下降 過去我們目標是中華人 現在市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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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施設 所以現在我們目標是香港人 中國人來多大 但年輕人低落 我們的目標是年輕人 所以我們需要更好的看法 他说现在本地和内地的客户占一半 未来的目标就是可以做到 本地的生意占六成的大比数 至于促销的方法一样是很贴地 就是搞香港人最喜欢的日本机票抽奖 计划下再开分店 还有扩大现在占生意比例不够一成的网购市场 比较大 但香港人在香港人在设计划市场 可能在未来的未来 香港人在设计划市场也会比较大 但现在我们都会做到一种小小的